這個是為Running S做的嗎? 是的 這一次因為Running S來了 我們特別為他做了這個 你看 這個動作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你在RUN的時候呢 才不至於出問題 就是在跑的時候 才不至於出問題 然後遙控呢 在大拇指這邊可以做遙控 然後錄影、遙控都OK的 將來還會處理變焦 錄影、遙控 那麼 錄影、遙控 錄影、拍照 然後 上 下 左 右 上 好 再來擴水平 好 那麼整個 控制呢 Running S Running S 我講錯了 以Running S為出發的一個五軸 身體這樣子的跑步 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肌體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然後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你只要 這樣子 七七四十九天 你就變館長了 好 好 然後 不要用單隻手 不好看 不雅 一隻手比較 不是那麼優雅 不好看 會讓人家誤會 你可以這樣拿 也可以這樣拿 好 然後再來呢 來講到它的對焦 摸哪裡對哪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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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錄影模式 那以上呢 形成了一個第五軸模式 好 你如果會累呢 肚子頂一下 那麼另外呢 我們還有做 雙手 這個叫做什麼 胸器 它專用的胸器 可以勾在脖子上面 完全不會累到 會有兩個支點的設計 讓你能夠獲得 這樣的一個效果 第五軸 第四軸 第五軸 第四軸 第五軸 形成了 零shake的一個效果 零shake的一個效果 好 謝謝大家 謝謝